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今天有的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這些看病地雷千萬不要踩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看病時遇到哪些狀況 可能導致檢查結果大打折扣 好辣軍團們又曾犯過哪些禁忌呢 吃飯小物是李毅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毅 大家都知道現在醫療 非常的進步和發達 那有時候我們去醫院做檢查的時候 常常都會用到一些比較高精密度的儀器 是 可是這些儀器有它自己的極限 所以檢查出來的結果 醫生常常會被誤導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是 因為機器再好人為還是最重要 對 這個電腦再厲害 它也是人腦發明的 是 所以很多機器雖然夠專業 但是你的病患如果不配合一些事情 可能會導致你的判斷會錯過 會大打折扣 沒錯 對 好 我們今天看呢 主要是看病這些狀況要提防 別讓品質打打折扣 好 儀器檢查有極限 小心結果出乎你的意料 其實每一個科別 都有它自己擅長的儀器 那我們副產科最常見 最喜歡的一個工具叫超音波 超音波對我們副產科其實太方便了 第一個它沒有什麼輻射線 第二個它又取得方便 第三個它沒有耗材 可是超音波發展到現在 它也有它的極限 很多人都說 我副產科已經照過超音波 怎麼還找不出原因 我接下來就分享一個個案 其實找得到 也不一定給你真確的答案 有時候還要第二部第三部的檢查 才能告訴你真實的答案 好 這是一個25歲左右的小女生 其實這個女生 其實她最近肚子慢慢大 可是肚子慢慢大 初期以為變胖 後來發現大得怪怪的 因為剛好交男朋友 她很怕發生什麼事情 媽媽會追問 就忍著忍著 半年真的怪怪的肚子越來越大 忍不住了 她就真的來找我們看病 結果我們第一個東西 當然超音波放上去 一個大概差不多 快十公分的一個腫瘤 就在那邊 那非常典型是在卵巢的腫瘤 卵巢腫瘤 而且超音波影像 第一個大小 超過七八公分以上 比較危險 十公分 第二個邊緣不太規則 邊緣看起來就很像 長得髒牙五爪 然後跟旁邊黏在一起的感覺 第三個裡面 有沒有一些實質的東西 這超音波 有的是空空洞洞的 都是水 輕輕如水反而安全 它裡面有的看起來 算實質的白的水的都有 第四個血流 其實它血流也有些變化 那最後一個有沒有附水 剛好她第一次看的時候 還真的有一點點附水在裡面 五大訊號全部都符合 惡性條件 但我們先跟她講 你必須下一步要動手術 因為很多人會有一個奇怪的想法 我吃吃 我運動會不會好 我吃營養品會不會好 其實有些疾病 是可以用剛剛那些方法改善 但是腫瘤類的東西 通常不是用這些方法可以改善 下一步我們就建議她的手術 其實光這個手術的過程當中 她掙扎了一個多月 那她就說 陳醫師 那我想再做進一步的檢查 你知道 下一步我可不可以再檢查 檢查不會改變結果 我們就後來排電腦斷層 電腦斷層的資訊跟我們差不多 最後還是要開刀 掙扎一個多月 最後還是接受我們開刀 結果開刀進去 一開始覺得醜醜的 我們切下來 後來是請她整顆切掉 有時候我們必要的 為什麼如果她是懷疑壞東西 要整顆拿掉 結果去化驗一切開 我們在開刀房就有切開 一切開 裡面真的是劍砸出其彈 有三種驚奇 這樣講得好笑 但是其實它裡面真的三種成分 一切開 難怪我們影像上那麼複雜 它有 而且巧克力兩種可能破過了 所以導致它跟旁邊的形狀 很不規則 然後有點附水 第二個 旁邊還有差不多三公分 四公分 那旁邊還有一些水跟囊狀的東西 其實這樣長起來 我們還是怕壞東西 第二個動作就是做忍動切片 整組拿去化驗 報告出來 好險報告出來 他說切了半天 沒有惡性 出來以後他就大哭 他說他都已經做好 從此以後不能生育 要去跟他同學要找誰 他都已經想好 你知道嗎 他說這樣子 他又哭又笑 他覺得很幸運 但是又覺得我之前做的那些準備 都沒有用到 我覺得這樣很好 所以你就知道 素前準備雖然超音波是我們演 我們其實沒有看走演 我們還是符合我們的條件 可是即使符合所有的條件 看起來最大惡極 他不一定就真的是真凶 所以良性的結果 有時候其實就皆大反省 對 也有開出來是壞的對不對 對 所以聽我們的比較好 所以高端精密的儀器 他沒有辦法 這麼樣百分百的分辨 沒錯 是親眼見為憑 開出來才知道 我懷第一胎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知道懷孕 可是晚上睡覺 要躺上去床上的時候 就一直貧尿 那時候就想說 到底是懷孕了 還是泌尿到感染 會這樣一直貧尿 你都不知道懷孕 你還猜懷孕 因為那時候有在努力做功課 會想懷孕 對 然後就想說 那上網查看看 有些人說 懷孕初期會有貧尿的狀況 可是我又很怕泌尿到感染 因為我自己習慣性憋尿 就想說 那不然用驗孕棒驗看看好了 驗出來第二條線是 非常非常的淡 淡到你會覺得說 這到底是 就是淡水線 對 有懷孕 有懷孕才是沒懷孕這樣 淡水線 然後就是想跟老公討論 就是說那不然我們去大醫院 婦產科檢查 好好驗一下 對 那去到醫院 整那個護士就說 那我先幫你安排 照超音波 就想說應該就是照腹部 沒想到進去的時候 那個放射師就說 我們今天照 陰道超音波 我就嚇到 我想說為什麼會照陰道超音波 懷孕不是照腹部嗎 他說沒有我們這邊前八週 都是照陰道超音波 然後他就照了半天 然後就問我說 你今天是要來照什麼的 我說我想知道有沒有懷孕 他就說 你現在照還太早了吧 什麼都照不到 那我怎麼知道 我只是測我有沒有懷孕 對 對不對 對 他就完全都沒有先驗孕什麼 就先在那邊照 一直照 然後照很久就說 你什麼都照不到 你現在來幹嘛 你們兩個好像 不是在同一個界線 對啊 他感覺是這樣 我說我來看我沒有懷孕 對 我來照你超音波 對 超音波 超音波 然後後來就出來那個 方色科的那個外面 診間外面 就等醫生 醫生後來就進診間 進診間醫生就看那個超音波報告 他就說 你什麼都照不到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就是想知道 我有沒有懷孕 因為我會頻尿 還在這個話題 對 然後他就說 你就兩個禮拜之後 自己再用夜孕棒驗看看 如果兩條線就是懷孕了 一條線就是沒懷孕 那你沒跟他講 我今天早上驗有一條淡水線 對啊 我有跟他講我的狀況 我就說那我來幹嘛的 我就自己在家裡驗就知道了 我幹嘛還要來做檢查 所以你可能去 他得到的資訊是 你已經懷孕了 所以他要確認懷孕位置 對不對 對 因為像我們醫院如果 你掛號 你可以在上面寫簡單的主廚 有一天我就看到 電腦上跑出來說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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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說 這個病人還要看我 他要不要去找真性社 他找我不然可以幹嘛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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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病人來 我們所有人都眼睛這樣 怪怪的看著他 然後再仔細問 他就說 其實他46歲了 然後原來他的親戚朋友 有人懷孕外孕 就是剛剛瓜哥講 他電腦P錯了 他寫成外孕 所以我們每個人 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也很客氣地問他說 你有什麼情感的問題嗎 好重要喔 結果沒有他擔心他懷孕會外孕 所以這一樣故事 就是你可能跟他講 可能是你想驗孕 他可能驗孕的問號沒有寫 他就說懷孕 他就坐後面 他是 但是後來我又跟醫生講說 我的那個會頻尿 所以我想知道是泌尿高感 還是因為懷孕造成的 那他就說 那我就直接開燙生素 給你帶回去吃 過了幾天之後 我去另外一間那個醫院 再去另外一間醫院檢查 那我就把前一間的狀況 跟這一個醫生講 可是你這樣泌尿到痛了好幾天 其實都沒有痛 就純粹就頻尿而已 對 然後 後來查出來是懷孕 他就幫我驗那個 就驗尿嘛 然後先測白雪球指數 跟那個有沒有兩條線 那確定就是兩條線 然後白雪球指數是正常的 然後再幫我招腹部超音波 就確定是有寶寶 那頻尿也可以改進嗎 他說就是初期就是會這樣 有些人可能會 就是會好幾個月 他會慢慢自然好對不對 對 所以你什麼藥都沒吃嗎 都沒有吃 他說你不需要吃那個藥 對 那我曾經遇過一個30歲的女性 那因為她家裡有家族史 大腸直腸癌的家族史 所以她在滿年輕的時候 就被檢查出來 有大腸癌的情形 那我們住院的時候 其實都會先檢查一些 常規的檢查 那我那時候有帶一個 那個實習醫師 實習醫師也非常的認真 他進來的時候 看他見他有一點點咳嗽 就很認真地去研究他的X光片 然後發現說他 那實習醫師也非常的認真 跑來跟我討論 就我一看 這個單側的陰影不是啦 學弟這個是假奶啦 因為現在 因為這個病人 他曾經做過乳癌的治療 他把其中一邊的乳房給切掉 那因為很年輕 然後要顧到這個身形的部分 所以他有做重建 乳房重建 所以液乳的部分 它其實會有一點點 不是這麼的透光的情況 所以就會反映出 白色的這個樣子 的確 龍乳的部分呢 這個問題呢 也會造成一些影像 這樣安排上面的一些困擾 那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也是一樣 因為這個熔乳的材質的部分 他做乳房攝影 那攝影起來都是萌萌的 不是那麼的清楚 因為有干擾到 所以後來就幫他安排這個 叫做乳房的超暈波 那超暈波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有一些條件 才會做得比較清晰的 因為他剛好 他的乳腺的部分呢 是比較脂肪比較多的 沒有那麼的致密 所以看起來也不是那麼的容易判讀 那怎麼辦呢 那只好建議他去做一下 這個比較高端的 這個叫做乳房的核磁工診 就是持症造影 那病人就在抱怨 就說他被這個乳房攝影 已經夾得很痛了 然後又做超暈波 在那邊乳來乳去 非常難過 他說你現在還要幫我 排一個叫做MRI的檢查 那到底是檢查的儀器有問題呢 還是怎麼樣了 那其實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應該是想說 是不是醫生的問題這樣子吧 那後來呢 就還好這個檢查有幫他 真的找到這個乳房的部分呢 有一個腫瘤 那後來就是去接受開刀 那他就還滿幸運的 開刀起來呢是一個原尾癌 那安排在做這個放射線的治療之前 我們會做一個定位 那他又要排一些檢查 就是做一個斷層掃描 那在斷層的時候呢 突然就看到 怎麼在 所以病人就會覺得很擔心 為什麼之前我都一直有做檢查 也有做一些抽血 腫瘤指數 X光都有乖乖的去做 為什麼從來沒有發現過 這個有這個東西在 腫瘤要長又不是有抑制 他可能明天後天開始長 對 所以我就跟他解釋 有可能是因為剛好他的位置上 是在左邊的 那剛好心臟的後方 那架上他有熔補的問題 那所以這些的因素呢 要造成這些判讀都會有一些的 一些差異 那他後來看到以後呢 也是一樣 他早期發現很小嘛 才0.7公分 那出來也是一樣 就是所謂的原味癌這樣子 大家有個觀念說 是不是我常做身體檢查 就不會有病呢 那個觀念上是不對的 我常做身體檢查 是我要發現都是原味的 是 對不對 應該這種理論嘛 對不對 對 如果你做身體健康就可以防癌 那大家就拼命做了 對啊 所以這個患者應該是很幸運的 對 因為他一直在 他前面有在預防嘛 對 所以他才能找到這個原味癌 是 對 如果是隔10年再來 他可能就告訴你 你也不用再開了 對 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很多檢查你做 甚至你做到侵入身體的 還是會有找不出來的時候 那個我50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就是做的乳房攝影 其實之前就有文獻提過就是說 40歲是一個分水嶺 因為40歲之後 有的女生的 女線就會開始退化 所以40歲以前的女生 在做乳房篩檢 第一線就是以 40歲以後 只要你沒懷孕 第一線應該要以 乳房攝影為首選 因為 常常會遇到不同年齡層的病人 比如說20幾歲跑來跟我說 你要 我為什麼不跟他做乳房攝影 或者是五六十歲 一來說 我就是要做超音波 我不要做乳房攝影 因為乳房攝影會痛 其實他都有一些 美國乳房協會 規定的一些準則來相應 那五十歲的這個女性 她就是做了乳房攝影之後 覺得就是有一點怪怪的 她自己也摸到一個硬塊 那我們就做了超音波 超音波兩個這樣加起來 因為乳房攝影的準確率 國際統計大概百分之八十五 超音波在四度的年齡層 原本應該是百分之九十 但是她已經超過四十歲 所以下降到百分之七十 那這兩個加起來 都有問題的時候 她就視同於做乳房核食 十共症有到百分之九十七 但是也沒有一看就是癌症 因為有的一看就好壞 覺得是癌症 那又不是 那我就跟她說 那我們來做個 出征的一個穿試 那做完這個準確率 也有到九十五以上 做出來就是良性的 就這樣 故事到這邊 可是病人就說 陳醫師 雖然你已經告訴我是良性的 可是我穿內衣就卡在這邊 你乾脆還是幫我拿掉算了 那我們就說 好吧 那既然你這麼說 結果拿下來 隔一個禮拜之後 對 我已經侵入到 做到這種百分之九十七加九十五 這樣沉起來的檢查 還是會看不到 那我常常說 你長一顆瘤 比如說我的中指或戒指 才是惡性的範圍 你一顆瘤 你戳多少個方向 戳個一百針 你沒戳到 他還是判良性 可是病人的問題依然存在 所以有時候我會 像這個病人 後來有問我說 陳醫師 我認真 我很相信你 不過我認真問你一件事 假如我當初聽你的話 只追蹤 我沒有堅持我把它開掉 會不會造成我很不好的結果 肯定會 對 那當時呢 對 那我當然不是想瓜哥 我就跟他說 因為任何檢查儀器 都會有他的盲點 但是呢 我沒有叫你說 做完這個穿刺之後 就不要管他了 一般還是要 那絕大部分 如果是原外亞 他隔半年內追蹤 其實在統計文獻上 沒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我另外一個案例是這樣 一個三十多歲的 女孩子 然後就跟我說 腰痛不舒服 然後我問他說 你是有做搬送啊或什麼 他說有啦 有一些運動 我說你尿會顏色深嗎 或什麼 他又說會 兩個都跟我講 那我就說好吧 那不然我就照個脊椎 看你是不是有問題 或者是驗尿 看看是不是泌尿到感染 結果驗尿 真的就有那種 而且照腰椎的時候 有正面跟側面 然後我就看到 左邊的這邊有一個點 那我就很開心 我就說 這一定是那個 泌尿道有結石嗎 就很開心的 打電話給泌尿科醫師說 我有一個這個 豬尿管結石的病人 然後我轉給你 要再拜託你了 因為X光片也都看得很清楚這樣 然後後來有一天 隔個差不多三天吧 一面走過來就說 那個泌尿科醫師說 陳醫師啊 我謝謝你有轉Case給我 然後我有處理那個病人 不過我要跟你講 以後你看片子的時候 其實你看的那一個點 其實是病人那個 內在美的一個裝飾 那他可能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金屬 還有什麼東西 有一個小豬豬在那邊 那我看起來 我就覺得說 是一個結石就很帥 細心跟他講 他說其實 他是在內褲上面 可能是腰帶還哪裡吧 我不曉得 然後他就靠近酥尿法那個 我們就跟他講 那所以後來那個 他就只是跟我說 其實看片子 可以再更仔細一點 有善念他心的 對啊 可是這個真的是病人的錯 像有一次 對啊 有一次我也是看到一個X光片 胸部X光 官司音顯靈 就一個官司音在那個 他胸 心臟的前面 我就趕快去問家屬說 你們有拜官司音嗎 因為這個X光是不及格的 對 我就去問家屬 就要 家屬馬上跪下 就說那個太有效了 就是那一家 我說很好 真的有一包紅色的袋子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 官司音的像這樣子 那個布那個袋子 是X光不會照得到 所以放射科都會請你們 穿一個布的衣服 對 因為X光照不到 這個像也沒拿下來 但是像那個官司音 他沒有拿掉 對啊 所以就是 就是大家一定要遵守規矩 而且其實這樣子是 放射科會被罵 因為放射科表示 你沒有讓病人 可是放射科要照之前都會問 都會跟你們說 可是你們都說有 都脫掉了 都脫掉了 你看那個內褲上面 有豬豬也沒有講 對啊 對啊 那個 下次都會脫掉 所以你們看到沒有 有時候病人也是天兵 近期再好 有被你搞壞了 對 是 因為我接下來的工作 是一個空服員 然後我空服員退下之後 我現在轉職做部落客 但是我那時候 離開空姐這個工作之後 我就想說 我應該要去健康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我自己身體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就去大醫院做了一個 全面性的健康檢查 那我剛剛 我的這個故事呢 其實剛剛跟醫師講得 有一點雷同 我那時候也是在那個 X光的那個 檢驗報告出來的時候 我收到報告的時候 我在下面 醫生建議來那邊 他寫了一句話 他寫說 請定期回婦產科診所 去更換職工內避孕器 那我就想說 我還沒有結婚的人 然後我也還沒有生小孩的人 我怎麼可以裝這種東西 我就覺得有點 我就嚇到 我第一個直覺是覺得 是不是拿錯報告了 這是我的報告嗎 然後我就打電話 去那個健檢中心去問 然後他們給我的 一開始他第一句話 有點讓我傻眼 我很客氣 我問他說 我那個報告的狀況 跟他解釋了之後 他是問我說 他第一句話是給我這個 然後我就心想說 我自己的 你能不能偷偷裝過我嗎 你偷偷裝過我嗎 你偷偷裝過我 你偷偷裝過我 你嚇人 我自己怎麼弄過我 我應該會有意思吧 然後我就想說 我自己的身體 我自己有沒有 然後我就真的有一點懷疑說 還是其實我有裝 開始懷疑人生 開始懷疑人生 對 開始懷疑人生 然後反正我就打電話去問 然後他就是態度沒有很好 然後後來我就 比較強硬的態度跟他說 我的狀態 跟我真的不可能裝這個東西 我自己不知道 結果他就說 那不然你明天再回來做檢查 好 我再幫你約一個時間 後來我就回去檢查了 然後回去檢查之後 就真的是一場烏龍 就是沒有那個東西 那他告訴我說 應該是我內褲上面 會不會有一個什麼 金屬扣環 或者是有什麼 圖案去反射 可是我就真的沒有那樣的內褲 我真的很認真去翻 我就把我的內褲翻出來看 我沒有那樣的內褲啊 所以我就到現在 我還是不知道 那到底是 是我的X光片嗎 還是真的有裝 沒有覺得是這樣 我們好想知道結果 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沒有東西 那你怎麼拍出來這種東西 我不知道 還是有一些肚臍環什麼的 沒有 就沒有 然後因為他那一天 我回去回診了 就是第二次去檢查的時候 他們超多人的 主任什麼什麼 大家都在那邊看我做那個 做那個什麼X光片 然後也是立刻 做完之後立刻叫我進去看 他們就想說 讓我就是安心或什麼 就真的沒有什麼裝 那你後來有懷過孕嗎 沒有啊 那是真的有裝啊 那是真的有裝 他們有給你看那張X光片 給你看那個義務嗎 好神奇喔 他有給我 因為我其實報告收到 所以你有看到那張X光片 跟那個義務 但是他就是淡淡的一個圈圈 沒有很明顯 就淡淡的 圈圈那個是很早期的避孕環 那個中國大陸用比較過 還是你還是你 你是陸客嗎 還是... 不是 二十年前的才有 二十年級才有 對啊 我這二十幾年沒有用 除了是陸籍配偶 從大陸帶回來 那你們奇怪 你們為什麼不把內褲 脫掉去找 他說內褲不用脫 他只要脫內褲就好了 就布... 布的不用 只有布的不用 可是上面可能有一些 裝飾啊 珠珠啊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可能小珠珠 可是也沒有那個尺寸的 因為他... 我那個片子有看到嘛 就是他有... 總而言之就是 就是可能你忘記 這個褲子上面 我覺得... 或是你忘記裝了 沒有 沒有裝了 一定沒裝 一定沒裝 搞得他... 待會兒想再來 陳婷姐幫我看一下裡面 等一下... 你今天知道我兒子掛門 對 對啊 好... 好玄的一個故事 對啊 這是一個圈內 對 到現在還是沒有解答 對 我有個病人 他是一個55歲 食道癌手術完的一個病人 那食道癌手術完 我們都會幫他做一個追蹤 我幫他安排一個正直攝影 去做追蹤 那所謂正直攝影 他是一個 腫瘤有活性 所以就... 正直攝影上面就會看到 他會有顯影這樣 那這個病人做完這個檢查以後 並沒有看到有任何顯影 那所以... 大家一開始都很開心 覺得說 應該沒有復發這樣 腫瘤應該沒有復發 可是我因為很仔細 所以我幫他檢查他那個 我看他那個片子裡面 那個支氣管的旁邊 好像有一個 我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看到怪 我們就要去確定他 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那所以我就建議他 進行一個切片 去做一個檢查 那但是這個病人 他比較鐵齒一點 他就覺得說 我檢查都已經沒有看到 有任何顯影了 那為什麼我還要再去 多做一個這個切片的檢查 所以他就不檢查 那不檢查那沒關係 那我們就三個月後 再來追蹤這樣 後來追蹤以後發現 原本那個一公分的淋巴結 它就變成五公分了 我們幾乎可以確定說 是那個腫瘤 它再次的再復發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並不是說這個正直攝影 這個檢查不好 因為正直攝影 它是偵測活性 那腫瘤在剛開始長的時候 它活性並沒有很強 所以那個檢查可能會少不到 但是還是會 就沒有顯影 所以就不會檢查 所以應該還是要跟醫師 好好的討論後續的 後面的治療這樣 我們現在看第二個 好的 治療結果不如預期 當心都是自己造成的 有一個45歲的女生來 她主述是說 那女生來孕期 就可以懷孕的年齡的話 我們都會問有沒有可能懷孕的可能 她說不可能 她不可能懷孕 那她說不可能懷孕 但是我們還是會驗孕 那我只是個參考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是 就是不相信病人 就覺得 那一定要 還是要驗 而且再來就是說 她是說下腹痛 下腹痛 膀胱炎也會下腹痛 所以我們本來就是會驗小便 結果一驗居然是陽性 然後我就去跟病人說 驗出來是陽性 那那時候她旁邊 是她的男朋友陪伴她這樣 我說驗出來講 她說怎麼可能 而且我現在月經正在來 我有在流血 我想你驗孕 懷孕陽性 下腹不痛 然後又流血 這個很有問題 然後她就說 醫生你真的不會看 我說沒有關係 我們先查一下 到底會怎麼這樣 我們請婦產科他們比較專門 幫我們看一下這樣 回到婦產科回來的時候 真相大敗 其實她一個多禮拜前 她有去墮胎 對 那一個多禮拜前有去墮胎 所以這個故事就很複雜了 因為她回來的時候 她很氣 然後又有求救的眼神 她男朋友已經不跟她講話了 然後所以我們就不知道 後面的故事到底是什麼 所以不是這個男朋友的 不知道 就是好問的 對 所以才會這個女生 一開始沒有很誠實的講 那她的問題就在於 她上次去看那個婦產科 但是婦產科並沒有給她做手術 所以手術不知道去哪裡做的 結果造成了很嚴重的 骨盆腔發炎 然後內出血 所以她有陰道出血 她不是月經來 那為什麼會墮胎完了之後 還有 驗孕還是陽性 因為其實我們不管是 哪一種方式 小朋友離開母體之後 你的那個體內的 我們驗孕的那個東西 叫βHCG 這個東西呢 她要三個禮拜之後 才會降到正常 所以她還是停留 偵測到有小孩的那個病情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數值的時候 後面其實故事是什麼 可以很複雜 對 我知道墮胎 流產 或者是很多 不管什麼很多的手術 對單身的女生來講 是很難啟齒的 但是你到醫院的時候 你看我們就不用 繞那麼一大圈 我們一開始就可以做 很直接的處理這樣子 對啊 是 有時候醫師也不是想 探你八卦跟故事什麼 是啊 是 有時候你講完他 可以尋那個足跡去探服 你的病到底 而且說不定我們可以知道 他後面的故事 我們還可以幫他 跟他男朋友之間 做一個很好的溝通跟橋樑 對 我自己也算是一個 還滿聽話的病人 但是呢 就我覺得醫生 有的時候會講一些 我們可能當下會覺得 我做得到 我做得到 但是到了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真的覺得好痛苦 就是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其實 我們都很清楚就是一定要 就是進食 進水 然後我們其實工作 有時候回去 就是已經很晚了 所以你真的會有時候 會很口渴 很餓 我覺得都可以忍住 我那天也是晚上 也都忍住了 但是隔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就是真的是太渴了 然後中整理的時候呢 那個醫生就說 奇怪耶 你今年的血糖 比去年的血糖高還滿多的 然後就說 你空腹嗎 我說空腹啊 他說那你有喝水嗎 我說沒有喝水啊 他說好 那就下個禮拜再派一次 就是再給你一張膽子 你再回診一次 再湊一次 那其實有這樣的一個數據的時候 心裡面都好像有個疙瘩 你就覺得說糟糕 我會不會是糖尿病還是什麼 是不是我吃太甜了 是不是怎麼了 然後後來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 有一天都坐在車上 然後邊在開車 他就說老婆 你給我吃口香糖 然後我說好 然後我給他的時候 我就尖叫了一下 他說你幹嘛 我說我知道 我血糖為什麼高了 他說為什麼 我就說因為我 因為太渴了 所以我太想喝水 但我都知道不能喝 然後那時候 就我們兩個開車 到紀檢中心 然後就看到了 旁邊放那個 我就想說 既然是無糖的 就吃吃看吧 對 吃吃看 所以不太大影響 而且我超乖的 我連咬都沒有咬 我就大概三... 放了三顆在嘴巴 然後在那瞬間就覺得 唾液在分泌... 你就覺得口不渴了 然後心情也愉悅了 那當然去抽血 就是把它吐掉了 然後結果 我還是一樣 就下個禮拜的時候 我還是一樣去抽血 然後結果 因為我就大概知道 為什麼血糖會高了 但是抽血的時候 那個護理師就說 你的血糖就是OK了 沒有什麼問題 那就小心飲食 然後我最後還是禁不起 我良心的譴責 我就跟護理講說 我說對不起 我真的不應該 浪費妳的時間 因為我上次來說 我吃了三顆口香糖 但我就知道它是無糖的 他說 妳怎麼會相信這種話 不然妳就包裹 我就糖衣 然後我說好 我知道 他說如果妳下次 真的很渴的話 你可以用大的棉花棒 沾妳的唇部就好了 但是不是說 完全不能喝水 可是就是盡量建議 不要喝大量的水 因為一般人來講 就是一口就會喝一大口這樣 不會影響到 所以你檢查 妳一定要按照它的 幾個鐘頭吃的蟹藥 一定要泄乾淨 前幾天要吃稀飯 要吃渣渣的 不能吃紅肉或是幹嘛 對 我都這樣子 可是我都蟹藥 我都沒乖乖吃 蟹藥超難吃的 蟹藥一定要都乖吃 因為他說你喝一口 就是一口氣把它喝掉 我分了大概三小時去喝它 現在做的沒有那麼難 沒有 我覺得那個口味好奇怪 然後另外一包 現在已經有新的蟹藥 有檸檬口味 還有蔓越米口味 他應該欠欠口味 因為他們我們十幾年前要做 那個藥塊有多大一包 弄粉了 對 多難喝 拿著喝這個滾的 然後泡在裡面 然後我就是 對 然後我喝不完 然後想說應該有大就好了吧 因為我有大 可是可能沒有大到水這樣 第二天醫師很慘 對 然後我第二天去的時候 然後起來我就想說 夜太棒了 我最期待的就是大腸筋 因為我想知道 我每天外食 我想知道我裡面到底有什麼 醫生說 你滿肚子大病 我看不出來 對 因為泄乾淨 對 然後就覺得白痛 對 有的是第二天 有的是補 去補一下可能還一點點的補 對啊 那你是讓醫師麻煩的 現在其實最主要 因為泄系的一些進步 其實低渣飲食有一點 但是沒有建立的這麼一定 沒有這麼嚴格 沒有這麼嚴格 對 現在因為現在健檢很多都很進步 包括以前喝水說什麼 絕對不能喝水什麼 其實現在很多觀念一直在改 你只要不要進食 去影響到你的血糖值 其實你說真的口很乾 一點點白開水 其實是OK的 那其實不能進食 最大的是說怕你 比如說做無痛 胃菌或大腸菌的時候 你要麻醉的時候 會吸入性肺炎 就這個而已 其他並不是真的說 你喝白開水 會影響什麼素質 影響的亂七八糟 倒是還好 是 因為你胃有東西 你可能在麻醉過程 對 額結束他 就麻煩 而且我們希望像瓜哥 這樣的乖寶寶 因為其實這些人 沒有乖乖做的 而且是前兩天 沒有好好做 都是在最後一刻才做的 最後都會到急診室 因為他們受不了那個拉 受不了那個不舒服 然後就昏倒 暈眩 然後來到檢視 就變成 帶著點滴 然後隔天 再去做健檢 你如果沒做好的 都是最後自己要搞的 對 不過很多治療結果 我真的覺得醫療資訊 要越聰明了 我們有時候在討論 當然醫生會抱怨病人糊塗 亂吃要亂什麼 可是我最近接到 越來越多是病人很清楚知道 可是他藏了一些事實 沒有告訴我們 我這邊有個個案 36歲的時候 他那時候 因為剛結婚沒多久 剛好又有個肌瘤 8公分左右 那一般8公分 他會考慮到 我如果懷孕會不會影響 等等之類的 其實8公分 建議手術會比較好 他剛好也隔一陣子才要懷孕 他就說那我們就先開刀 開完刀我們用腹腔鏡開 其實恢復得很好 那開完腹腔鏡的肌瘤的手術 我們通常建議 他很高興 他也不是很想那麼快懷孕 所以這半年 他說先休息一下 半年以後來回來找我們 恢復得很好 他也說這個老公看起來堪用 用得還不錯 他也準備要懷孕 那我就說那我開個 母親藥給你 他就回去了 然後後來也沒回來 因為36、7歲其實算高齡 那我想說沒回來也就沒事 結果隔了一年 這是手術我已經兩年回來 兩年回來 他第一句話問我說 陳醫師 我跟你講 我真的這一年都沒有懷孕 你知道我們婦產科醫師 聽到一年沒懷孕 他定義叫 就開始要啟動 補孕症說明跟那個解釋的時候 我說一年 他突然跟我說 沒有啦 這一年 因為我在生我老公的氣 我都沒有讓他得逞 那就不叫補孕症 那就是說性功能障礙 你知道嗎 就這一年都沒有 接下來就說 好啦 那我是想 那我說你今天到底回家 要找我幹嘛 太久了 我說我是想問你說 你一年前開給我的排卵藥 我可不可以吃 我說那你知道怎麼吃嗎 有啊 陳醫師我都還記得 你說第三天開始吃 那一年都記得 我說你不容易耶 怎麼記得那麼清楚 他說陳醫師 你們那個排卵藥 吃了會不會頭暈目睡 手軟腳軟 我說我們那個口部排卵藥 是公認最善良安全 每次都抱怨了藥 但是你吃到過期的了 老實講 一年了 我很少看到人家 把一年前的東西還收起來 但是老實講 口服藥物大概放兩年 只要你不要吵掉 是不會有問題 對 所以說你頭暈目眩 然後很像初期懷孕 我說 你是我第一個聽到這種抱怨的 這個藥 為什麼不重新再領過 吃那個舊的 我不知道啊 那一般這種通常會重新來問我們 來重新啟動 太厲害了 他可能覺得不想浪費時間 很多女生是有自己的想法 是啊 治療不如預期 其實最常見的就是 對 我很常遇到說 有這種開完痴瘡的病人 他就說 我的術後到底要怎麼照顧自己當醫生 然後自己去做一些偏方 然後搞到很嚴重的問題 我曾經遇過一個四十歲的女生 她開完痴瘡 因為也滿嚴重的 那原則上 我們大概都是一個禮拜後才回診 去看一下她傷口恢復的狀況 結果她有一次開完 她開完之後 她三天就回診 我想說 妳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 我們不是一個禮拜後才見嗎 她說 不行 醫生妳開完痴瘡 我屁股超痛的 我現在又紅又腫 坐著也不行 站著也不行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做事 沒有辦法上班 所以我只好回來提前看診 然後我就說 好吧 那我幫妳看一下 我心裡還想說 我是怎麼了開刀 出了什麼問題嗎 趕快請她到病床上去 打開來一看檢查 上面貼著人工皮 然後人工皮都已經吸滿了那個濃水 都已經流出來了 天啊 我就說 親愛的 妳怎麼會在肛門這個地方的傷口 貼人工皮呢 她就說 我以前摔車那個擦傷的這個傷口 貼人工皮都好得很快 而且那個都不太會有流疤 所以我就想說 我想要讓傷口趕快好 我就在周遭的地方貼人工皮 我就說 可是妳這樣貼著有辦法大便嗎 她就說 要大便的時候再把它拿掉 然後上完廁所洗一洗再貼回去 我說千萬不可以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肛門是一個很髒的地方 因為每天排便的這個扁扁裡面 它都有很多很多的細菌 對 那剛好傷口 它又會分泌這個組織液生液出來 那妳這樣子一搞 剛好細菌在這個地方就爆棚 開派對了 對 所以她就開始感染感染感染 後來真的只能緊急安排她 再去做一個清創手術 然後告誡她說 請她一定要按照我們跟她說的 後續治療的這個照顧方式 不要自己當醫生 一個50歲的女性 她那時候來看我的時候 已經是直腸癌 那直腸癌 那時候一手碰進去 一個指節都還進不去 就摸到那個癌症 也就是說她那個癌症 離肛門口大概只有 一點多不到兩公分 那這一種的話 它真正完整的一個療程 就是無論如何你的開刀 就是要把肛門連腸子一起切掉 然後就直接做人工肛門 但是病人一聽到做人工肛門 就跑走了 當然這可以想見 尋求第二意見 可是隔了大概差不多 快要半年的時候 她就回來找我了 那回來找我的時候 就跟我說她要 我就說 你之前的病怎麼樣 現在為什麼來找我 她說沒有陳醫師 我只是要拿紫瀉藥 她說她開完刀之後 一直有拉肚子的一個問題 我說你後來去開刀了 那治療在哪邊治療 怎麼樣問了一些 結果竟然她的肛門 可以保留住 她竟然然後我就有點 身為一個還算滿update的外科醫師 有一點不服氣 我不相信她那個 真的可以保留下來 但是她就真的保留下來 她只是因為開完刀 一直拉肚子 一直拉肚子 第一方面我們就幫她指下 另外一方面我就說 那你把你的病理報告 順便給我看一下 因為她一直在拉肚子的狀況底下 屁股就是紅紅的 那我幫她摸 就是還是怪怪硬硬的 結果我請她把病理報告拿回來看 其實她將近半年前開那個刀 以我們的標準來看 其實根本沒有開乾淨 但是就是等於說 她找人硬開硬接起來的這樣 那當你把她的接在肛門口 接得很近的時候 病人其實 她會一直拉肚子 一直拉肚子 一輩子都會這樣子 那所以後來 我就跟她講說 你自己要很小心 你這一個我看你的病理報告 其實是不乾淨的 你要非常小心的 回你的醫療院所去追蹤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她的表情就是說 一副就是我當初 沒有能力幫她開 然後我現在在講別人的 壞話的樣子這樣 我就好 就算了 止瀉藥她就 因為離我們這邊近 就常規來這邊拿 又拿了兩個月之後 她就跟我說 她覺得她有 她覺得硬硬的有痔瘡這樣子 後來我一幫她一看 那根本就不是痔瘡 我說你那個應該是 結果一抽癌質素 就跑到那個七八十上去 因為一般大腸癌質素 就是10以下 她跑到七八十 再幫她做全身的檢查 已經 其實一般來講 這種就算是末期 要非常坦白講 她的壽命就剩三個月到半年 那其實如果當初 她肯接受一個很完整的 一個肛門加直腸的手術 雖然是做了一個人工肛門 可是你看她還50歲 其實她如果沒有什麼事 她可以活到八九十歲都沒問題 真的喔 對 但是她現在 妳就只剩下這個半年內的壽命 現在還在我們的醫院 我聽都蠻多大腸 因為人工肛門而不做就這樣子 對 做了人工肛門 是一輩子就不會再 有回來真正的肛門 就看妳切的那個位置在哪裡 對 今天 人工肛門有分 暫時性的跟永久性的 那還有病情的不同 我剛才講的這個案例是 她本來癌就離肛門口很近 你有的癌不是離肛門口很近 你有到5公分以上 可是她坐下去變永久性的 對 這個病人是要永久性的 這個病人需要 而且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現在的醫療技術 就像剛才蟹藥 很多健檢都在進步 人工肛門也在進步當中 某些條件適合的病人 有的人會覺得說我做人工肛門 就一個腸子翻在這邊很可怕 其實現在有的條件適合的病人 它可以做得像一個肛門口 你的肛門口就是一個洞 你可以做成像這樣子 那你怎麼知道你有便衣呢 我們肛門有便衣是知道的 還是每天固定一個時間 一定要把它打開 你肚子會腳痛 然後你腳痛的時候 有的人坐在腹直肌這邊 你就會有一點用力就可以解 放鬆就可以解 對 因為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肛門是可以養成習慣的 對 就是你每天固定一個時間 可能一開始當然還沒有辦法 一開始就是固定一個時間去灌它 它其實慢慢的會養成習慣 就是說它知道這個時間 它可以排便 所以很多人做了這種 永久性的肛門之後 它其實不需要排那個肛門口 就是不需要把這個袋子放在這裡 它只要一塊紗布蓋著就可以了 我們有時候坐在那邊想說 因為我們不是當事者 我們常常講別人很容易 好像一件 280要去看 血糖那麼高 等一下 我們就面臨這個問題 最近我有困擾 我血糖身高 我就很開始慌了 結果突然會升高這樣 就開始慌了 所以這個事情輪到自己的時候 就變得比較難 對 但是我們做醫師 聽醫師專業是比較對的 來 第三樣 別再騙我了 醫病說話 真假難分辨 對 那有一次就有一個 35歲的男生來 那他來就是說屁股痛 那拉下來一看就是一個 那鼻子其實很簡單 那個鼻子大概 它那顆大概像 高爾夫球 病人就很緊張了 因為很痛 因為其實那個沒有處理的時候 因為它很脹 所以就很痛 其實如果可以把它切開 引流化開的時候 那個脹消了 它就不會痛了 那顆拿來擠一定很療癒 很爽 對 所以 這樣噴有沒有 霧起來一塊 那個很療癒的那影片 結果你是用割的喔 對 因為我看它已經熟了 其實我覺得這種東西 如果它還沒熟的話 我不會輕易割 就是交給一般外科就可以 到門診去切 那請問它怎麼做 長到這裡 對 所以它就趴著 平常也沒辦法做啊 它來急診的時候 就是在你這個姿勢 跟我們講話 問題是它能從這樣養 就已經不能做 養到這麼大啊 對 你從花生米養到那個 我都要這樣保留 進去 你搞好無窮 對啊 平常就已經不能做 不能躺了 它就說會不會痛 我說你現在 絕對不會比你現在痛 對 然後我就說 我等一下就是化開 它說割下去會痛吧 我說沒有割下去不會 因為割下去 我就那個針刀尖 直接是切在你那個農裡面 所以你做招沒有打麻醉 什麼東西 這個沒有辦法打麻醉 或者塗麻醉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對 它就說你要開始做嗎 我說我在消毒 然後我就 我已經化開了 它都沒有感覺 所以它就 太好 鬆一口氣 我說可是 可是接下來就會痛了 就是我一直想要擠的時候 擠都痛 對 結果我錯估情勢 然後我擠到 越擠越多 它的量居然比一顆那個 高爾夫球還要大 對 因為它 它暈藏在地底下 對 暈藏在地底下 對 所以我就覺得很 對不起它 然後反正就是裡面 就是它的尖叫 跟我一直擠的聲音這樣子 然後它就很生氣 它就很生氣說 你到底要對我怎麼樣 它已經全身發抖了 這樣我就說 快要好了... 因為它發現裡面都是蜂窩 就是像蜂窩 就是它的農不是一包 是好幾間房間 所以我還要把那好幾間房間 都弄破 所以我最後還要用一個棉棒 進去拉拉這樣子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自己擠嗎 所以私來都是這樣 沒有 所以這種就是我們 這種就是田醫師 因為畢竟是急診科 我們外科一般遇到這種 大部分都是會讓病人 有一點疏眉麻醉下去做 對 因為青窗會比較徹底 對 反正就夠死人 可是我臭姑勤 是因為我以為是 只有凸出來那樣 一劃開一擠就好了 是... 就原來它裡面是 很複雜的公寓這樣子 對 你也碰到醫師都會這樣 我腳都翻眼了 對啊 你就讓我毛季付錢嘛 不行嗎 你還把我腳都讓我 連龍奶紅包 不要這樣 這個之後 就這個案子之後 我發現就是說 如果沒有必要在急診座 切開飲料的話 是... 還是留給他們 可以 這個故事告訴你 千萬不能忍 其實就是醫生跟病人講的話 都是實話 只是那個時機點 看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會不一樣 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喉癌的病人 他來做放射線治療 那療程開始之前 我就跟他說 治療的時候會痛的 那喉嚨一定會不舒服 而且就是皮膚慢慢 會有點焦黑這樣子 但是他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你就可以 講話可以 功能是比較不受損的 然後他就開始做了 可是做了差不多 兩個禮拜左右 他就到門診這邊來看的時候 他就說 醫生你騙我的 你看我都一點都不會痛 我也不用吃止痛藥這樣子 我說這樣很好 但是就說你要注意 之後可能慢慢就會痛了 然後他就不太相信 那到了下一次來的時候 他聲音開始慢慢的撒啞 因為劑量的累積 對這個症腫瘤的部分 他是慢慢的讓他紅腫 然後萎縮這樣子 所以到大概差不多 接近治療的尾聲的時候 他聲音完全都發不出來 對 然後他就又跑到 門診那邊來跟我說 他說醫生你不是說 我之後可以講話嗎 為什麼我現在 都沒有辦法講話 他不是用說的 他是用寫的 因為根本都沒有辦法發聲 那我就跟他說沒有關係 過一陣子我們就會慢慢好了 然後之後你就會講話了 那還好就是到最後 整個療程結束後 他的那個聲音 恢復得很不錯 所以我們其實 都沒有騙病人的 那只是說那個時間 對 不太一樣 病人有時候看不到 都很急 對 而且每天問 這個 一個禮拜問就過分 還每天要問 對 我現在門診 因為非常多 有所謂的熟女第二孫 非常多 大概可能年輕時候離婚 到四十二 三歲 又交新的男朋友 甚至於有 入入婚姻的打算 我這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女性 其實她來的是因為 意外懷孕 那她現在是已經離婚單身 那這意外懷孕 其實我們就很直白地問她說 那你有想要不要保留嗎 結果她說她沒有很想要保留 她要做一些流產的一個處理 那一邊在安排的時候我就 她就問了一句話說 陳醫師 如果 我是跟她說 結紮如果受 很久以前結紮 破壞得越嚴重 這個男生再受孕的 產生懷孕的機會 其實是很低 我是這樣講 很低 但是我就稍微看了她一下說 那你有這個困擾嗎 她說她男朋友 十幾年前就結紮了 現在就懷孕她很尷尬 突然我就情注 我就說 那這個可能是她的小孩 有沒有可能別人的 她就點點頭說 我也 我也不敢保證 那我就開始教她說謊 我就說 那我建議你不要去叫你男朋友 我宴好了 這件事情我們大家打巴掉就好了 你自己好好處理 至於另外一段 我就沒有辦法再管她 因為人還是有選擇性 你只能送她到這裡來 對啊 偷偷把她弄出來對不對 再去 沒有 你這樣就手 手在幹嘛 你這個一定要出去的嗎 你以為就是你這樣走 這有必然就是用保險套裝起來 就是我們是有殺經濟的保險套 她來的全部 白送了... 現在 現在科技進步 遺跡先進 但醫師是人還不是神 不是永遠都是正確 所以當病情沒有好轉世 請各位有一點耐心 一定要再去找出真正的原因 才不會錯過治療的黃金期 你去在那邊罵來罵去 不如這個時間省略 是 去找時間 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